泰国的征兵制度有多奇葩 在泰国每年四月 一大群年轻的男子就会聚集在一座体育馆内进行抽签活动 抄到了黑签就会欣喜若狂 抄到了红签的嚎啕大哭甚至直接昏倒在地 男人里面还有着不少和尚和身材娇好的美女 这里就是泰国一年一度的征兵现场 对于每一位身体健康的泰国男性来说 征兵是他们一生中绝对逃不掉的事情 因为国家规定 每个到达扶兵役年龄的泰国男性都必须要进行登记 自愿服役的人可以适当减免服役期限 但尽管看起来好处很多 也很少有人自愿服役 为了国家军人数量足够 泰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采用抽签制来决定征兵的国家 当泰国男子年满21岁时 就必须要参加当年的抽签征兵仪式 一旦被抽中去当兵 就要立即去扶兵役 连泰国的人妖和僧女都逃不过这项规定 也有21岁时不用去抽签的 例如还没毕业依旧在上学的学生 妻子残疾或不在了 又需要照顾孩子 或者父母没有任何工作能力 需要赡养 这些情况可以暂时不用抽签 但也只是暂时 在30岁前还是要进行一次抽签 逃是不可能逃掉的 但也不是没有人妄图逃避兵役 泰国政府早就对此做出了对策 只要你敢逃 我就敢罚 逃避兵役的人会被政府处以 最高80%家庭总资产的巨额罚款 或者是直接抓去做个两三年的牢 处罚完后 社会上的人也会看不起这种人 不是一般家庭能承受得了的代价 因此泰国很多男性都把这一生 一次的征兵抽签当作人生大事 没有抽中就开心得又蹦又跳 一旦被抽中就面若死灰 彭扶天都太了一样 那么为什么这些泰国男性这么惧怕当兵呢 泰国的军队虽然全名为泰国皇家军队 但对泰王的效忠也只是表面上的 实际上有着长期干政的传统 拥有很大权利 泰国是由国王军队和政府三权分立的 虽然国王的影响力最大 但实则权力最大的是军队 其中出现过许多贪污和犯罪事件 在泰国的三个军种中 待遇最好的是空军 每个月能拿最高五万泰铢的月薪 海军待遇稍差一点 而陆军的月薪只有五千泰铢 整整差了十倍 伙食也是最差的 参标只有十泰铢 而抽签征兵主要补充的就是泰国陆军 根据泰国陆军服役的士兵所说 陆军的伙食时好时坏 只有当高级官员来视察时 才能丰盛一些 他参军第一天的伙食虽然单调 但米饭还是新鲜的 只过了几天 米饭不仅难以下咽 就连辣椒酱都没有了 泰国军队里有一个老兵调教新兵的传统 因为这些老兵也是透过筹钱进入军队的 心理上难免就会产生抵触和忧郁 当新兵以同样的方式入伍 这些泰国老兵就会把自己的怨气发泄在新兵身上 当这些受了磨难的新兵变成老兵后 事情就会再次循环 于是整个军队就被认为是黑暗的大染缸 谁都不想跳进来 再加上泰国民选政府和军政府之间有严重的矛盾 经常爆发冲突 每次都有人员伤亡 最严重的一次甚至伤亡数百人 参军已经成为泰国人心中的梦免 因此泰国男人就更不愿意参军了 那话又说回来了 如果真的死活都不想去参军 泰国男人们该怎么办呢 泰国的抽签征兵基本上是每个男人 都要经历一次的人生大事 一旦逃避兵役被政府发现 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政府严厉的惩罚 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泰国人根据征兵制度 还是研究出几个逃避兵役的办法 泰国军队不招收过度肥胖者 有人抽中红签后 就会在去军队报到之前 将自己吃成一个大胖子 如果真的能赶在报到之前 吃到250斤以上 那就不用去服兵役了 但是如果都要报到 还没胖多少 那服兵役的计划就不会变 除此之外 泰国出家十年以上的僧侣 可以免除兵役 但除了真正的僧侣 很少有人能真的出家十年以上 在泰国有很多男人 都会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象征性地出家几周到一年的时间 想要靠此免除兵役的人 看到十年的门槛大多都放弃了 虽然也有极少数的人选择了这种方法 但大多数人都认为完全不值得 毕竟都能静下心出家十年了 那两年的兵役还有什么需要逃避的 我们都知道 泰国存在着大量的人妖 很多人的性别是比较模糊的 在早期泰国征兵时 不管人妖还是变性人 统统都要服兵役后来造成的麻烦太多 泰国军方不得不重新调整了征兵的制度 泰国军方将这些性别模糊的人 细分为了三类 一种是完全接受了变性手术的变性人 已经不具备任何男性特征 完全不在征兵范围内 一种是只接受了部分变性手术 只有部分女性特制的人妖 还有一种是完全具备男性特制的人妖 这两种都是要进行征兵的 完全变性的人会在征兵现场接受完检查后 就可以领取一张免于征兆的证明 不用服兵役了 但是选择这种方法的人还是少数 毕竟要付出的代价太大 也有一些人选择花大钱给自己更改国籍 不是泰国人当然就不用服兵役了 那些既没有钱给自己更改国籍 又不想花大代价成为变性人的泰国男人 运气不好抽中红签的话 就只能如丧考笔地去服兵役了 这一集影片到此为止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